我其实挺想吃那个炒好的 就是没有方便跟牛饼的事 你要一定要吃牛饼 好 如香最俗 对呀 听说造型洞寨被称为鼓楼之乡 一共有五座鼓楼 五座花桥 夏天人们都坐在花桥里避暑 冬天聚在鼓楼里烤火趋暖 在宅子里走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是哪里传来的歌声 不光有唱歌 好像有一位奶奶在旁边做早餐呢 刚见到奶奶就感觉到她的热情 她也请我喝一碗油茶 谢谢 你上面要放葱啊 对呀 应该谢谢你们 我们过早的时候就是吃 常常吃 很好吃 不像喝茶水一样的不是 对不像啊 对 我走路会比较冷 但是我感觉喝这个茶 对 听你们唱歌舒服多了 特别 这都是老师教的 老师教的 这是老师吗 对 那些学生们很听话 也看得很好 哎呀 其实奶奶 我来这里是来学美食 好的 你们这里有什么美食啊 动作美食都有哪些 动作美食就是那个牛饼 牛饼 牛饼是什么呀 牛饼是牛在肚子里面的胃 胃里面的那些吃少的东西 做成美食啊 嗯 就是美食 好吃吗 好吃啊 你会做吗 我啊 我会做啊 可以教我做牛饼吗 可以啊 跟着奶奶买菜的路上 她恨不得把每一个人都介绍给我 白白的一个姑娘 哦 女儿 这个是我的学生 你以前的学生啊 对呀 以前的学生 奶奶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还当过小学老师 宅子里没有她不认识的 吃了谁啊 你讲话 可以 哦 来 去耳朵 去耳朵啊 看到奶奶买这个牛饼里 没有消化丸的草 说实话 我有点怕这个食材 可是奶奶说 牛吃的草 有很多药材 在贵州这样常年湿热的地方 这些药材 正好可以防治腹泻 助消化 贵州的牛 本身也因为吃这些药材 很强健 牛肉的品质也非常高 起了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大米搞的糯米啊 哦 直接放进去啊 嗯 上山的时候吃的肉 今天老头所以得吃点糯米 就是要吃吃的糯米 哦 这个味道很大 在春天的时候呢 黄油呢 它在山坡上吃的那青草都很轻的 不是得这么黄 哦 所以颜色会变的 嗯 好 为了给牛饼去腥 要用姜 烤过的鞠皮 尖椒 也给这个汤的味道增加了很多层次感 这个快要熟了 来 放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房子只是一种药材 也不苦也不甜 如果你打伤的时候 可以泡酒 你那伤会快好的 药材呀 这个 对呀 啊 好吃 对 嗯 好吃 直接直接这样了 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丝瓜布 不让它掉下去 它这里还有五个洞 我手洗干净了 我一手也 哈哈哈 不干净也行 不干净就香 哈哈哈 做好糯米饭 奶奶让我切牛肚 牛肠和里肌肉 那牛饼天天都有卖的吗 它杀牛肉都有 每杀牛也没有 它想吃的时候 特别是过节的时候 要去找一点 去找一点 三点 两点就可以了 他们半月就杀了 人家都管了你 就是排队 一喝抢了 都抢了 是吗 都抢了 都抢不到 你捞我捞了 捞了一坨 都去外面 鸡了 就 就鸡出来这个汤 对 这一根是大蒜 哦 又还有香料 好 这个是什么呀 那个是野芹菜 有点茴香的味道 我感觉 对呀 自己种的 哇 很硬啊 嗯 就是硬做不能吃 一种香料的 还有芹菜 芹菜 芹菜的叶子 算了 不做菜 我就靠火吧 好的 嘿嘿嘿 第一个要放葱姜 喂 香锅 萝卜够 哎 放那个 它这个香料 好的硬的 还要放那个干辣椒 鸡皮 又还要花椒 花椒比较辣哈 嗯 哦 瘦肉 放进去 来 牛肚 还有牛肠子 牛肠子 所以我觉得内脏 还是要配这些 辣椒 花椒 玉皮啊 玉皮味很大 很香的 很香 一点点芡 哦 就勾芡一下 嗯 够不够 够 够 哈哈 哦 哦 哦 呦 嘿嘿 关键时刻 用筛子过滤吊槽 嗯 我其实挺想吃那个炒好的 就是没有方便 牛肚变的是 你要一定要吃鸟饼 好 如香最俗 对呀 你吃了自己一个 你就变成了冻足了 变成了冻足 对 放一点绿的 好几个奶奶 都过来了 他们都很熟悉我 他们都很爱我 怎么说你这样吃吗 你啊 你啊 香香 你啊 香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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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香香香啊 香香啊 你要尝尝味道 你尝啊 我尝啊 对呀 我 我没有标准 到盐了吗 盐还少 就可以放盐 我觉得不用 不用放盐了 有草的味道 嗯 有一点点的那个 牛的味道 对 但是也有 也有草啊 还有那个剧皮味 还可以 比我想象的要好 呵呵 我做干的颜色 我有点担心 不要半斤 我就担心 但是味道很好吃啊 什么美食 我都愿意品尝一次 牛扁也不例外 但是我不会在家里做 说实话 其实这些食材我 我哪里能买到 我那边都没有 对 喝一点糖好啊 对 快受不了 这么老 呵呵呵 因为受了很嫩 一点肥肉都没有 对 真的挺好吃啊 辣米饭 还有辣米饭 哦 用手啊 嗯 就是这样 就是要吃菜 一口饭一口菜 突然间感觉我是一个东族人了 是啊 辣椒翻得刚刚好 挺辣的 前尾是有牛肚 后尾是辣 嗯 对 我觉得是这样 爷爷 你想姜了 想姜了 想姜啊 想姜 来哦 好 这要肉多 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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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姜啊 快点 哎 爷爷好 睡一会 你想姜了 奶奶这都是谁啊 都是 你认识的吗 都是古老 然后都是我们骨楼的那个 我们的 一骨楼啊 我们做好之后 骨楼里烤火的爷爷们都来了 奶奶也让我给他卖菜的朋友们送去一些 也给老伴留了一点 他自己一碗都没有吃 奶奶说他每天也要回家照顾老公 让爷爷开心 他就是一直笑咪咪咪的 喜欢和大家聚在一起 一个人和这事情上就是要团结有爱 互相互爱 这么快 没了 谢谢奶奶 不要谢了 今天看到奶奶这么喜欢和大家分享 我也想用这里最著名的牛肉做一道菜送给他们 那就是意大利的肉丸 我决定用这里最好的牛肉 牛排 牛腩 还有牛肩肉 这三个东西做成肉末 非瘦肉的比例刚刚好 咱们从西红柿开始 所以要做一个西红柿酱 那么西红柿酱如果有皮的话 这个口感还是差一点 所以最好还是要先剥皮 再做这个酱 哦哦 烫手 趁热的时候 加一点海盐 马上这个水都出来了 可以煮成酱了 加一点甘蓝油 这个蒜 配上番茄也特别 这个酱已经很有味道了 但是再增加一点味道 就是有一点点的添辣的味道 OK 现在只需要时间就好了 所以我们盖上盖子 差不多15分钟 这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下肉 首先要放盐 这个是自然粉 自然粉会提出这个肉的香味 放一点帕斯利粉 最后一个是黑胡椒粉 配牛肉特别好 中餐里面的肉球 搅拌的时候要搅拌比较多 更均匀一些 就是看不到有肉末 西餐就是能看到肉末 那我个人还是喜欢做一个中西合力的 就是在中间 月年 做出来的肉球 也有弹性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 猪肉馅 替香 有食欲了 我好久没有吃肉球啊 很期待 虽然是给别人吃 虽然是给别人吃 但是我自己也很想吃 酸味有点大有点重 加一点白砂糖 OK肉末里面 可以加一点红洋葱 这也是剔出一点甜香味吧 而且呢 葱它还是里面有水分 所以放进肉球里面 它会变得更多汁 这个酱就做好了 咱们可以刀出来 再蒸一下这个肉球了 好 现在这个肉球是已经做成半成熟了 用大火 我给外皮煎脆了 我可以吃了 Oh yeah Baby Look at this OK 看一下颜色 Yes 而且因为蒸了 所以这个肉球肯定很多汁 如果是全用平底锅给它煎的时候 它外面已经糊了 里面还是生的 我的冻寨肉球做好了 在这个下雨天分享一点快乐吧 奶奶 哎 奶奶 哎 什么 什么好的东西 我给你们做一点菜啊 好的 谢谢 让你们暖暖身体啊 唱歌那么辛苦啊 对 你辛苦了啊 要不要看一下 好的 三 二 一 好多东西啊 啊 这么好多东西啊 大米真是有 你们要不要吃啊 你想浆呢 哎 想浆 想浆啊 想浆啊 这里找一下 别客气哦 我来 我来 也太辛苦了 谢谢 不客气哦 谢谢 不用不用 谢谢 我觉得 谢谢我的大米 哈哈哈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嗯 我喜欢你们这里爱分享 来 我给你空碗 要不要再来一点 我可以啊 哈哈哈 我觉得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 所以我至少 我想换给你 换给你一点美食 啊 好的 换一点快乐 啊 是 你吃一点吧 你太辛苦了 吃下的一口 心里面舒服 心里面舒服 还要暖和 嗯 对 对 我觉得美食唱歌 都有这个作用 你还要吗 还要啊 还要啊 哈哈哈哈 你三球啊 哈哈 我为了人也说爱心 快把荆椒干嘛 润海润海北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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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